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团结型 是指在南方农村往往有较强的宗族力量 农民聚足而居 地缘依附于血缘 村庄内具有较强的自己人认同 村庄与外界有明显的区隔 村庄以外是陌生人社会 村庄以内则是自己人的熟人社会 村庄内不仅是熟人社会 而且是自己人社会 也是因此在村庄内存在强有力的公共规范 北方分裂型村庄 是指村庄内存在若干不同的派系 不同派系之间不仅缺少自己人的认同 而且构成竞争性关系 村庄内是熟人社会 但这个熟人社会并非是一个自己人的社会 而是由若干自己人群体构成的社会 北方农村多分裂型村庄 其典型特征是村庄内部有若干小亲族 不同小亲族之间的合纵连横 成为北方农村政治的典型特征 中部分散型村庄 主要是指村庄内不仅不存在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宗族力量 而且缺少强有力的小亲族认同 中部农村的农民是分散的 原子化的 每个人都对自上而下的法律负责 每个人都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 以上团结的南方村庄 分裂的北方村庄和分散的中部村庄 都只是理想型 但以此理想型来讨论农村人情的机制及其变异 还是相当有效的 在团结的南方村庄 因为存在一个超越家族的村庄共同体 而是村庄存在一个超越个体的公共规范 违反这个公共规范会受到共同体强有力的排斥 在分裂的北方村庄 村庄内部虽然分裂为不同的小亲族 但小亲族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认同与行动单位 是超越于个人的 小亲族之间的竞争 往往会强化小亲族内部认同 小亲族有能力约束个体越轨行为 在分散的中部农村 村庄内每个人不受到强有力 结构性力量的约束 每个人都可以相对自由的行动 因此 一旦现代性的因素渗透进来 一旦市场经济理念成为政治正确 中部农村的农民 就可能最快以理性人的逻辑来行动 换句话说 在南方团结型村庄 北方分裂型村庄 和中部分散型村庄 因为村庄内部结构性约束力量的差异 面对社会转型和市场渗透 不同类型村庄内的行动者 具有相当不同的选择空间 北方分裂型村庄 和南方团结型村庄 都存在结构性的约束力量 村民行动受到超越个体的公共力量的约束 个体村民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公共性 中部分散型村庄 缺少结构性力量的约束 村民可以自由行动 村民行动是私人性的 是相对随意的 村庄结构的差异 导致农村人情 在村庄社区中的功能与表现方式的差异 同时 也使不同地区农村人情应对社会转型方式的差异 在南方团结型村庄 因为村庄存在宗族等结构性的公共力量 人情在社会建构上的意义相对较小 人情从某种意义相是依附宗族这种公共力量的 北方分裂型村庄 小亲族力量也是超越人情的结构性力量 人情往往是依附于小亲族而发挥作用 且人情往往被小亲族力量用作竞争的手段 而在中部分散的原子化村庄 村庄缺少结构性力量 人情在建构社区中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和重要性 或者说 存在结构性力量的宗族农村 或者小亲族农村 农民个人可以从宗族或小亲族等血缘关系中获得支持 人情是依附于宗族或小亲族等公共性力量的 在分散的原子化农村 农民缺少可以依靠的结构性力量 而需要通过人情来建构和维护社会联系 人情是农村社会互动得以发生 农村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重要手段 也就是说 缺少结构性力量的中部农村 人情更倾向于作为维护社会团结的手段 而在存在结构性力量的南方农村 人情不过是结构性力量的表现与表达 是村庄社会团结的反应 北方农村介于两者之间 正是南方团结型村庄和北方分裂型村庄所具有的公共性 使得南方农村和北方农村在面对社会转型时 人情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 中部分散型农村 人情更容易发生变异 也就是说 在同样的外部冲击下面 中部分散原子化村庄 因为缺少任何强有力的公共力量的保护 人情很容易发生变异 相对来讲 北方分裂型村庄和南方团结型村庄 人情应对外来冲击能力较强 发生变异的速度较慢 变异的方式也有差异 静雅思听新浪腾讯微博 关注远方的世界 关注身边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